大家好,我是王鱼余老师 又是中二级音乐堂的时间 上一堂,我们工作纸3已经做了两个部分 今天就会做完最后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时候,请大家打开工作纸3 我会去POWERPOINT 今天已经是第十一堂 中二级的同学们准备了 这堂之后,我们应该就准备考试 对答案之类的 今天是做完第四、五页 即是后面的两个版 首先,我们开始了 其他音乐场所也有很多 我们除了在媒介上 即是电视、网、电影之外 日常生活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音乐 但记住,无论如何 根据《版权法》 我们在室内或室外播放别人的音乐作品 而且我们也有盈利 我们也有店铺做生意 我们在室内播放别人的作品 其实是要收回版权费 这些我们暂时叫做播放费用 因为尊重版权 是为了创作人 是为了尊重创作人 应该有他的收入 保障创作人 暂时我们叫做播放费用 首先,因为在中四的时候 大家会和大家再详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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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开始了 其实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地方 是要为了营造气氛 是必须要有音乐出现的 例如,赌场 为什么? 赌场要你赌钱 要你花费 所以一定很豪气 没有时间的观念 很奢華 可能是一些很漂亮的音乐 或者是一些很令到你觉得摺拍强劲 令你觉得很兴奋的音乐 让你花多些钱 就是赌多些 第二就是 例如酒店 酒店是想构造一个高档舒适的气氛 播放一些柔和的音乐 或者是古典音乐 有些酒店会有现场钢琴演奏 令你觉得很斯文 很文艺 整件事好像很贵族 很高档高级 令你觉得高档消费很合理 即是叫一杯咖啡 可能几十元 甚至一百元一杯咖啡 你都会觉得很合理 因为古典音乐 钢琴演奏 令你觉得一切都是花费值的 环境很舒服的 所以比贵一点是应该的 但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心理 所以大家要留意 有时音乐真的会控制到我们的情绪 例如一些酒店 一些咖啡店 咖啡店 很宁静 但他不想人家吵冤 可能给你看书 上网 给你放松 可能有些文艺青年 上去 聊聊天 之类的 所以他一定要播放一些很缓慢 很宁静 令到人的心静下来 放松的音乐 令到你入到这间店 这间咖啡店 或者入到这个SPA 能到好像充电 伸心舒畅 那我们不如听一听 大家听完这个音乐 会不会觉得好像很宁静 好像在咖啡店里面 在看小说 或者是在用电脑 做其他东西 总之就令到你很放松 或者在美容室 这些SPA 的地方 令到你觉得 身心舒畅 当然 还有健身室 还有运动节拍 很强的音乐 有些健身 为什么呢 因为动感让你做运动 配合的节拍 让你积极一点 让你精神起劲一点 令到你觉得 整个人 容光焕发 体力充沛 所以用他的器材 使你充满 使你充满 使你开心 所以 其实在健身室里面 有时都会有一些动感 节拍一些音乐 还有就是最常见的服装店 salon 发型店 这个是最常见的 那我们先听了 这些音乐 好 其实大家 哎呀 刚才你听到这么强劲 节拍的音乐 你的服装店 和SALO 常常出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必须令到你觉得 这些折扣这么强劲的东西 令到你觉得 好像 做人不可以老土了 就是你身处于一个潮流的环境 一个很入时 很in的环境 所以 就令到你 是 必须要 觉得要追上潮流 于是 那些销售市 在这个时候 就会 不断地去销售你 买这个 买那个 又说现在流行这个牌子 流行这个 这个服装 可能你原本只是进去看看 最后就买了很多东西 又或者你原本 只是去修剪一下头发 或者可能 奋斗老师觉得 你长一样剪一下 后来你觉得 哇 入时 烟 潮流一点 令到你的人好像很兴奋 很开心 赞你几句 于是在这些音乐的趋势之下 就鼓励你消费了 最后 焗油 染色 highlight mark都做齊 就是 原本你可能想着 真的洗头 谁知道越搞越复杂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 一些店铺商店里面 运用音乐 去引导大家的 营绕的气氛 引导你们想法的一个 很重要 但是你又不察觉的手段 好了 那填充填 应该填完吧 好 下面 接着我们就继续做吧 去到最下一版 最下一版 工作址4 我就会播一个乐段给你听 然后你就告诉我 这个乐段究竟是用柔和 时尚 还是激烈 去形容 你随便三 三选一 然后 下面那一题就说 究竟你觉得这种音乐 会在什么店铺 什么地方 什么场所 会播放呢 你举一个合理的例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听听了 好 好 好 大家听过这个 你就自己去作答 好 接着 哎呀 按键 按键 接着 下面 第二条 就是这样的 听完这首主题曲之后 你就觉得可以配合 什么题材电视剧呢 首先要再回答 什么题材电视剧 我给大家一些 例子 是否听我 给我一个例子 大家 好 MISS 不好意思 大家都 MISS 第一次 操作这个 PowerPoint 不是很专业 可能有些错 大家包含一下 那现在呢 这个 螢光幕上 大家就看到很多不同的戏剧 包括 一些 鲜合剧 就是一些 古装的 但是呢 就很神怪类的 鲜合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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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是武合剧 或者武打的 神魔大战 那些很圓幻剧 第二款 就是都市现代爱情的 就是说 现在 现代爱情剧 就是时装剧 普通的男女爱情故事 或者是一些历史正剧 三国演义 或者是公斗剧 公心计 那些 公斗的 古装片 或者是 主警戏剧 搞笑类的 或者是 外回家 或者是 科幻剧 科幻剧 是一些 潮流 说未来 一些幻想的剧 但是都是时装剧 或者是 香港最多的 是 警匪片 纪训 法证 抹底 这些 警匪片 还有 还有 说 专业内 的剧 例如医生 律师 专业内 戏剧 這些知識分子的劇 有很多種的,有很多種選擇 現在我就播放了 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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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聽到這裏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甚麼劇集的主題 自己選一個 當然要完整句子有句號 不然我會不給分 好,接著後面那一題 也是這首歌 你幫他寫一寫一個合適的故事 首先要決定是古裝片還是時裝片 即是主線 例如上面寫了景緋片 下面沒有寫古裝劇 所以你一定要跟上面那一題 要相涉合 例如上面寫的 可能是古裝劇 下面的一題 你沒有寫景緋片 講科幻事 不可以 所以必須要連貫 你要思考一下 很簡單地寫一個故事 主角是一個甚麼人 即是一個主角怎樣 他遭遇了甚麼 最後怎樣 很簡單地 他會告訴我 究竟是一個愛情 奇幻 冒險 還是爭鬥之類的 自己去思考 好,這時候 大家正在做課課 就開始做了 我繼續播一次 我會在中段那裏跟大家再播 小鳥 丑角的歌呢 那就到此為止 基本上不斷重覆 大家先完成完整句子及頂格書寫 因為會扣分 到這裏所有的功課音樂科上學期三份工作址已經完成 再下一次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是去測驗的 大家就必須要交功課 在這課的七天之後盡快交 我們下課就會和大家對答案 但我收到很多同學回來的功課是沒有寫日期 尤其是內地身體上網那些 你不寫日期我一樣會扣你五分 還有就是頂格書寫 不要欠句號 否則我是不給分你的 如果你是用單行紙寫的 請你記得隔項和題號 否則我是收不到 要是電郵給我 要是拍照給班主人 12月我就會入婚 入婚那天我收不到你的東西 那我就會當你零分 好 那今年的音樂課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應該還有一份測驗卷 加一份作文或者反思之類的 加上你網課的十分 數學期的分數就會結束了 好那我們下一堂就會做官律子的改正 那我們下一堂再會 拜拜 拜拜